大家好,我是Edie,歡迎回到LiveJournaling 今天想和大家一起做手工 我們會組一盒結合藝術和科學的科普玩具 Kerical這個公司可以讓你訂閱 如果你訂閱之後,每個月就會寄一個package給你 這個package會有你需要的材料和一本雜誌 去講解背後的科學原理 打開後,就看到裡面設計很精美的材料 還有一份說明書 這份說明書是英文的,但非常容易看 這次我們會組一個Spin Art Machine 它可以幫我們做一些很特別的圖案 只要你跟著它的說明書 其實是非常容易明白的 而且它也切割得很好 所以基本上所有材料都非常容易製作 這次這個玩具就是利用了離心力的原理去製作 我想一般人在家是很難無緣無故有這樣的裝置 我組好了大概的造型之後 就開始組這個馬達了 我開始也想到有牽涉到電會不會很複雜 但其實只要你跟著它的指示 都是非常容易的 除了組裝置之外 它也附送了一疊日子 以及四支顏料給你做這個效果 即是說除了剪開包裝的剪刀之外 基本上你是不需要任何工具去配合這個package 拼了20分鐘就組好了 接著我就試一下不同的效果 首先我就用了它附送的四支顏料去做 顏料的質地是比較稠的 第一個測試就是當它在轉的時候 滴一些顏料進去 那些顏料就會流動 變成這個樣子 然後我就測試 停了滴了顏料再開始轉 這個做法 向出的顏料只有一條 第三個我就想試一下用其他顏料 例如是水彩 究竟會有什麼效果 最後就發現原來 做出來的圖案會是一個個圈 而這些圈還有非常圓 如果是對於畫一些標準圓形 很有執著的人 你就會很喜歡這個裝置 砌了一次這個Kuriko的package之後 我就覺得這一類的玩具其實是挺有趣的 因為它已經設計好了 而每一次又不同 都挺有驚喜的 加上在這個時勢 我們很多時候都不可以外出 這一類型的手工玩具 又可以學東西又可以玩一下 其實是挺開心的 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歡這一類的科普玩具 又可以學東西又可以玩 又可以砌到一些東西出來 去網站上面還有其他不同類型的series 是對應一些不同的範疇的 那你們都可以自己去網站上面看一下 如果大家有什麼想跟我說 就在下面留言 記得like我這個video 和share這條片給你的朋友看一下 還記得subscribe我這個channel 我之後還會update一下其他不同類型的影片 那我們下次再見吧 拜拜